如何在工作、生活、学习中明白神的旨意? 答案就在《上帝的指纹与今日》系列节目 好,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今天是《上帝的指纹与今日》第21集 今天我们的课题是以事认人 就是以事情来认识一个人 当然就是来认识神的手在他的身上的带领和神的旨意 我们来看今天的课题 至今为止,我们第二集的指纹介绍和学习 大概是这样一个安排 第一集到第十集 它的基本方法是三点一线的原则和它的演变 主要是技巧性 比方说内政、外政、同政 一通一亮一热 这是技巧性 那十一集到二十集 主要是属灵的功课和认识神旨意的基本功 比方说最后出手 神留一手 这些都是素质性的 它的目的都是为了对自己的人和事有一个规律性的和定律性的认识 包括操练 那么这些的实力见证 都是我在辅导、牧养、教学当中总结出来的 是非常的行之有效的认识神的途径 今天我们从今天开始二十一到三十集 它的重点是以圣经的人物作为学习神做事的法则和模式 所以原则上来说 我们需要来专注一个圣经上的人物的整个的故事 但是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 我们只有十分钟 所以我们的查经只是把它点点的把它拎出来 所以一般每一位弟兄姊妹需要把这个人的故事从头到尾都能够熟悉 如果你不能从头到尾熟悉 这些的经文 我们举例的经文的根据就会有些断章取义 所以事实上我们是希望 借着默想圣经人物 神会让你想起 因为我的教学可能是有限的 但是神让你的想起是无限的 他可能今天让你想起他的这个方面 明天让你想起那些的方面 那么第三点 今天的课题的来给大家的提示 我们的提示是点到为止 现在的人的训练 基本上所有的人有高等教育的训练 都会比较的严密 但是我们在这里用的方法不是这个方法 我们这样子切面式 点到为止 把最重要的拉出来 因为其实大家不是完全没有经验 今天我们是说以事任人 一个人的一生总是参与 投入 介入很多的事 那么对神的手在一个人的身上 或者在一件事情上 或者在一生中 我们认识上帝的指纹 我们认识神的带领 要从他做的事来看 那么有的时候是大事 有的时候是常规的 劳作的 日常的 繁琐的事 第三 是心中所梦想的事 心中所压 压在那里沉甸甸的 那样一种所托付的事 三个方面 三点一线 我们借着这样的三点一线 我们就知道 罪翁之意不在酒 做事之意不在事 而是在于人 常常神是这样的 常常我们需要观察 神的手 是不是在他的事情上 是不是神 神的意思是不是是 还是说神的意思是人 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 我们经经文有四段的经文 很简单 今天是讲约瑟 旧约圣经里面 约瑟这样一个人 约瑟从最小的时候 他有一个梦 到最后成了宰相 一人之下 就是王的之下 万人之上 他做了整个埃及的宰相 那么 我们从创世纪37章5节 这里说约瑟做了一个梦 告诉他哥哥们 他的哥哥们就恨他 那哥哥们为什么会恨他 创世纪37章28节 他的哥哥就把他卖掉了 有些米店的商人从那里经过 哥哥们就把约瑟卖给了以色玛利人 这些以色玛利的商人 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 哥哥为什么要把他卖了 创世纪39章1到6节 我们只点出来 他在埃及的时候 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事尽都顺利 所以他周围的人 怎么在约瑟的身上以事认人 从他做的事认识到这个人 最后 创世纪39章20到23节 于是 约瑟在那里坐牢 但耶和华在监狱里 与约瑟同在 向他施恩 这里的问题是 神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 我们来看今天的见证 有一位老姊妹 五年四十次搬家的故事 五年里面搬家四十次 有一位老姊妹是我认识的 退休之后 她打定主意要好好侍奉神 但是她总是觉得自己没有预备好 没有预备好的原因是有很多的事 这些事让她非常的烦心 不能让她安静下来 完成神要她做的事 其中一个是 她总是觉得她住的地方 不是她应该住的地方 不让她安心 她就不断地搬家 老人院、本地的、外地的、亲戚家、老家 事实上 她在本地租房子 就五年里面搬了四十次家 最后连教会的弟兄姊妹 都不愿意帮忙了 连搬家公司说 老奶奶,我不要你的生意了 搬了搬去 我不要你的生意了 老姊妹周围所有的人都看出来 这些事 可以认出神在他身上的指纹 或者属灵的功课 我们举这个例子 不是反面教材 没有人是反面教材 是吧 好,我们来看今天的学习 是认识神的指纹 和明白神旨意的方法 第二十一 以事认人 以人认识 以上帝的指纹 来学习属灵的功课 我们都是一台戏 圣经上说 我们都是一台戏 我们的一生 连天使都愿意一看 说话说 三人行 必有五师 我们属灵的人 我们基督徒应该是说 三人行 必有神带领我学习功课的指纹 所以我们要深入看 认真听 仔细想 谦卑学 踏实的行 借着约瑟的一生和三点一线 你能够画出几条三点一线吗? 他的大事 他的日常的事 他的梦想的事 你能画出三条三点一线吗? 那么我们从这里可以认识 神是如何塑造他的 我们在这一课的里面 需要注意下面的几个关键点 神在不在这个人的事情上 你怎么知道? 神在做什么? 你怎么知道? 神为什么这样做? 我们通过事来认识人 我们说 神在不在他的事上 神在他的事上做什么? 神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 第二 三点一线的重点 是日常劳作的事 一生遇见的事 心中盼望的事 我们借着这个三点一线 我们可以认识这个人 我们认识人的目的是 认识神在他身上有什么旨意 在我身上有什么旨意 所以神带领的指纹 当事人有什么属灵功课 记不记得我们说 属灵的功课不一定是神的旨意 神的旨意不一定是属灵的功课 好,看今天的作业 我们有三个作业 我们看创世纪五十章 十九到二十一节 约瑟对他的哥哥有些安慰的话 从这样安慰的话 请说明 约瑟在一生中所学到的 天、人、物、我 四个方面的属灵功课是什么? 第二 虽然本课的中心是以事认人 也就是说 借着事情神塑造人 但是最终 神也会给他一件托付的事 重要的事 根据约瑟的例子 说明 请大家说明 神最终给约瑟哪一件事 你有什么根据? 第三 以事认人的方法之一 是看他被塑造的时候 是不是快到了 其中一个常见的 神塑造的方法 到时间 是看他的情绪 从约瑟一生的功课里面 你觉得你看见 约瑟的情绪有什么变化吗? 好 愿上帝祝福大家